看看新闻网 就这样林志颖的好戏开拍了 我走 跑偏了 再走回去呗 我再走 又跑偏了 还得走回去 我就不信走个路还走不对了 你真的走不对 就这样来来回回顶着大太阳走了不下八次 好脾气的林志颖也终于崩溃了 干脆罢工站在原地遮阳山峰 非常热 还特别交代说要留胡子 不仅要曝晒还要毁形象 难怪小智连发个微博都敬写怨念 这里有两种天气 热跟很热 不过对于新加坡的爱 小智可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F1都有看新加坡的夜战 摩天伦 盛陶沙楼 新加坡河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来过 说起小时候 那年的他可是真的真的很小呢 1993年 19岁的小智就曾为那个举世闻名的余伟师 庆祝了21岁生日 肉骨茶啦 然后咖喱蟹啦 海南鸡饭啦 还有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 我以前还有最最虾是不是 原本还期待着小智娓娓到来 他和余伟师的特别情缘 谁知道只有吃的存在在他深深的脑海里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不对 不对不对 比吃的出现频率更高的 还有儿子 我相信Kimi吃到也会跟我讲的吃 他记性蛮好的 去过哪些地方他都能够说得出来 做把门真是不容易啊 远在新加坡 不仅干什么都要挂念儿子 还要担心5岁儿子的感情问题 听说他还有好几个女朋友吗 他啊 他自己自己说的我都不知道 是抱的 我都不知道 对 没有像把门会抱 没有 他说这个是他跟他妈咪的秘密 然后每次讲到女朋友 我说学校你有交女朋友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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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秘密 眼看这是要禁声岳父的节奏 下一回不如带着儿子和儿媳妇 一起来唱游杯 有了行李没有看到Kami才是最大的遗憾 新加坡采访播到